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也是想接触公务使用者 或者直接做一些可以帮助 我觉得可以体验到社会不同层面的工作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当时你是做政府部门还是私人机构 我们应该叫做政府资助的机构 是NGO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喜欢投资 主理财 你买股票 股票少部分 但也喜欢做一些投资 正值工作也很好 或者这个行业是刚刚up trend 所以就这样转过去 是一个机会 是吗 也可以说是一个机会 其实中原资产官应该是施生 应该是施生 应该是施生 为什么有机缘 就是由社工转 这部分 因为我很多朋友学生 都是可能读心理学 或者在座听的一些观众 都应该可能是 读一些未必跟金融有关 但是为什么你可以由社工 而且做了一段时间 又可以转到金融有关的一个行业 会不会是一些机缘 或是一些铺牌 所以会帮到你这个行业 其实都需要 说好像很容易 其实中间也做了很多考虑 或者做了很多分析 因为当时有个想法 其实也想试试转这些新的工作 开始不同的研究 不同的行业 第一件事 我先想自己喜欢什么 第一 第一 我对投资有兴趣 第二 我对电脑有兴趣 于是想这两个行业 有没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当时开始上网 找书 找网站 了解这两个 发展 第一 看企业 第二 要看实务 要求 做电脑 很清晰 要有很多要求 要认识 因为是很技术的东西 很绝对 认识就认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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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其中一个 得出来的结果 另外 看到是 金融 或是投资 金融投资 从事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很大 可以有很多不同范畴 银行 金融公司 保险 第三帮理财 第三帮理财 是大陆的用词 你管了上海 陆基赛顾问 我都要跟你学多这些 是 我们要IFA 这些都是 不同不同不同 就算说 我刚才说的 那么多公司 都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你可以是前线 见客 营销 可以是 back office 做分析 很多很多很多 于是我当时想 我自己有什么 强项 或者有什么经验 而可以令到 我改变到 一个新的 项目 我刚才说 我喜欢投资 投资是其中一个行业 第二就是 我 见人 因为我一路做social worker 都要见人 这个都可以是 我的一个强项 我有经验的地方 所以很直接想到 不如我做 要见人的理财公司 其实范围又收窄了很多 明白 你已经将自己的 兴趣强项去计算 没错 所以在当中 很多不同的选择 或者很多不同的考虑 情况下 现在到最后 选择了独立比赛顾问 明白 因为感觉上 可以比较中立 去提供服务 就是这样 但是很有趣 你以前做的事是社工 应该是帮人多 你现在走去好像 有点偏离了 是吗 那会不会是因为 当然我觉得你有兴趣 是否因为你贪钱 我这节目很特别 我访问 我们的interview 我很着重一件事 他要真心的 很多节目都会访问 很多很成功的人士 或者在各方面 不同得着的人士 有时他说的事情 是不到位 但我一定会问你 是否因为钱的原因 老实说 不要紧 是否一部分的原因 不是主要为钱 是 因为其实大家都明白 真的要为钱 可以更加多其他事 可以做 是 更加多选择 可能大家都会了解 因为社交工作人士 其实收入也不低 而且很稳定 很稳定 一般都不会有人解僱你 但那时候转 其实可想而知 我是转去一间公司 我是由最低层做起 最低层 我认为你的时候 好像不是低层 你是副总裁 不是刚刚转行 你升得很快 可以这样理解 但我刚刚转去的时候 是一个最junior的位置 所以是否为了钱 都很明显 不是 是的 我应该是更加赚钱 但我又不是很厉害 只是说做事 不用为钱 没有那么厉害 都要开饭 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不是最主要 引起你去做这件事的原因 但是你的转变是很大 你兴趣原因 可能是一个机会 以及你真的有研究过 其实你觉得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计划 即是5年10年 他有10年的目标 他会计划一年 两年三年 你觉得我们 即是人要计划 其实计划是否要这样计划 还是 你现在的成就 是因为你的计划而得回来 计划 对我来说 是 看你怎样理解 计划是要的 不过 在我的角度 计划是方向 不是很肯定三个月 要多少钱 一年要做到什么位 三年做CEO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 我知道有人这样做 很成功 但我不是 我觉得 其实做事是最重要的方向 对 是 你计划得这么细细 明天也不知道什么事 但方向不错就是 我是想行 譬如 是商业本尼 举个例子 你便朝着商业本尼去做 选择公司 选择一间 总之应该都不会塌 这样去做 应该是不错的 成功就靠自己一半 另一半才靠公司 靠其他 这些方向正确 我觉得可以 基本上指南针 方向不错 中间怎样走 就有很多个sit set path 看情形才在变 没错 第一部分 我问了你 观众已经更多了解了你 下一部分 我想知道 你的处事代人 怎样会影响到你 现在 你可能做事 各方面的结果 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发现你是一个很 确定的人 思考很快 决定力很高 和人沟通很容易 大家会接受到 互相包容的人 这些性格你觉得比 你读书 无论你是读不同的学士博士 或者是碩士 你应该是学士 你应该是学士 对 你觉得谁对你的工作 应该是大 或者谁对你每一天 生活或者工作的 关系度比较高 其实每个阶段都有重要性 我认为三岁还是八十 可能你很小的时候 你有某些性格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这是最原始的自己 但是 其实你一路由读书到 读Degree好 读Master好 出来做事好 甚至很讲究 讲到每一份工 其实对自己的夺磨都不同 我觉得基本上都重要 当然 你讲的是 如果在工作上 我不太相信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会不会有一套方法 令到一个人一定成功 我是从来都不相信 例如大公仔 什么秘笈十招 我经常都见到 坊间很多 这些你可能是参考 但我经常觉得一个人 到最后你是什么风格 其实就很看你原始的自己 是怎样的 很笨 然后再配备一些 我觉得相关外在一点的 技巧也好 这些是很外在的东西 那些随时都学到 反而你有没有重视自己 原始的自己 原始的自己是什么性格 你就应该基于你的性格 去发展一套你自己的风格 明白 我就是比较直接的人 是 一个直接的人 由当初刚刚出来做事 没什么懂得去的技巧 其实都会碰很多板 但是你碰一下碰一下 其实你就会知道 我怎样可以保留自己的性格 又可以在职场做下去 我没有办法 我最早期毕业 我很相信一套东西 就是要懂得生存 倒转 就是要将自己扭曲 本性可能不完全变化 但会扭曲去适应不同的环境 我做了差不多二十多年 我又倒转 又扭曲变化 直接 我发现原来 本质那一部分不能变化 那一部分一变化 就不是你自己 你做的事情 结果很不同 甚至应该没什么效用 没什么效用 而且你会很吃力 你会做到 每一天都好像在做戏 我不是应该说什么 有什么说话 不应该说 如果这样做事 我觉得可能都会行 但不开心 是 不开心就不行 我想是很好的 因为很多 我想做了很多练习的人 或者刚刚毕业 都很多时候 应酬老板 臭老板 把自己扭曲 不想去卡拉OK 我认识很多都是这样 但他回到去就很不开心 经常罵子女 打子女 这个很好 其实你父母给你的家屋 有没有影响到你现在的性格 也有的 我想我妈也是那种很踏实做事 总之不 逐一点说他 就是贪贪那些叫 担事不偷食 就是逐一点 我妈是这些性格的人 总之那件事你要做 你要做好 就不要想有没有利益 不要想是否吃虧了 我想不要怕吃虧 这个也是有寿大的一个教育 就是总之你做 你做就一定有回报 但回报不一定是钱的 可能你当时你学了很多东西 你有经验 这件事我自己很认同 你是比较看过程 多于结果 还是两个都看得很重 我看两个都看 两个都看 是的 两个都看 我知道你之前在中原资产馆 香港那边都做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会去上海 就是像你所说 一个挑战你都不介意去试一些新的东西 而是想学一些新的东西 也是的 因为都做了好几年 在香港做了好几年 因为一件事你做了好几年 你多不聪明 和你多聪明 都很熟 如果继续做下去 就觉得没有什么 breakthrough 和有点闷 有点闷 悶悶的时候 就想有什么新的搞作 那时候听一些行家说 或者一些前辈说 国内都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时候就开始想 其实我都可以试试做 在那里想 坐在那里想 其实我坐在那里想不出什么 于是买了三张机票 第一张机票就在香港去上海 第二张机票就在上海去北京 第三张机票就北京回香港 然后就上海了 一个人都不懂 那时候 我以为你上海的时候 已经是很熟很熟的画景 不懂 我第一次上海是不认识人 明白 在有关工作的价值观 我再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我要你形容你自己 你觉得你是什么人 例如你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 可能是一个领导能力 你觉得如何形容你自己 我一个很persistent的人 可以有一个韧力 是的 我的韧力很强 很有韧力 我想现在很多人 很多时候就遇到一些困难 就放弃 我记得我上星期 和同事开会和你说的一件事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习惯 你可以是习惯早起 你可以是习惯一天吃两餐 但其实你都可以习惯放弃 和习惯失败 同时间你都可以习惯成功 什么是一个概念呢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遇到一些困难 就会放弃 然后放弃就有很多原因 例如 其实都没有什么 都不用那么坚持 不如舒服点 因为放弃就立刻 换来很多轻松 一定的 但是我自己有个信念 就是你试过一次两次 放弃换来轻松 你以后就习惯失败 和习惯放弃 我同意 所以我想 我为什么会认为自己 是一个永远的人 就是我不想让自己 习惯放弃 和习惯失败 我不是一定要习惯成功 但至少我不习惯放弃 不会因为我放弃 而令自己失败 我很欣赏你的永远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类型的人 但我没有你那么强 有时候都会想到 去到一个难处 想缩一缩 甚至想交连书 或者说这么多宣传 一些宣传 去到某个位置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本身的性格 以前是很内向的 去到某个位置 很自然地 如果有机会缩一缩 你明白吗 我不想在大班人面前 我想缩一缩 我很多时候 在某个位置 就会跟自己说 如果你甘于你现在所做的事 你就缩一缩 但如果你想做另一件事 你这么有个抱负 想帮一些人 你就要向前走 你只能有两个可能性 我每一次说完 我就不如无奈就向前走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你那么好 我的 persisting 有时候要自己和自己 说你要 persist 但你真的是 已经是一个 做到很 persist的人 这件事我很欣赏 要过程的 大家都经历过这些过程 想放弃 所有人都有 第二步 不是第二部分 找了你 第三部分想问 如果譬如你 做了一段时间 你一定是青年 你不是我们这些 再大了一点 那班 你如何看青年人 他们发展的业务 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 学生 之前有些不同集数的节目 我也有说到 也有访问过 有很多人不想回中国工作 他因为潜意识 觉得 他不是很讨厌中国 他觉得 我不是很讨厌 才回中国 特别是一些 越聪明的学生 越是会这样觉得 你觉得 这个思维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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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要 你开放说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只是他本人 对于这个社会 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 一个承识 他认知 是一个结论 所以我不觉得有问题 不过 以我两边都有 香港 大陆都相对熟悉的人来说 我只是想奉献一句 有时可以多走一步 看多一点 然后才做决定 因为香港的年轻人 我接触了很多 你也聘了很多 因为我现在住在上海 上海年轻人 我接触了很多 如果还是有个心态 香港好像很厉害 大陆好像差一点 如果有这个心态 我 我不会说你的结论 是否正确 但多走一步 看多一步 然后才做一个决定 我会觉得这样 对你们之后自己的发展 会比较 有保障点 你的包容能力很强 是否因为 这么久以来 你管很多 一销售就管 是否有很多不同类型 有適合毕业 做一段时间的事 有些转工转得很密 是否这方面 都会帮到你去包容 一些比较另类思维的同事 我觉得可能 始终都是社交工作人员出身 帮到你 所以 包容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做社交工作人员 是 如果自己都很挑剔 看不起 看不起 不喜欢 这样就很难做事 我想是由做社交工作人员 培养出来 应该要包容成功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实做社交工作人员 又或者出来做事 管人 开始接触很多不同的人 我从来都不相信一本通书看得到老 某一个性格 某一种人一定成功 我不太相信这件事 这件事都是我们老板 施老板的一个信念 不要经常迷信 某些是成功的 不一定的 所以你说 你刚才问 这样想法是否错 不知道 可能他这样想 之后 留在香港发展 原来他发展得很好 也是有可能的 明白 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去判定他 由他自己走多一步 你推荐他 再发现那件事 我喜欢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 即管人的理念 到现在也是这样 明白 所以说 我都看到你在社工方面 有一个 passion 但听你所说 社工的 passion 进入了你现在的工作 其实也有一定程度 转移过来 社工是非盈利 但现在的盈利也要挂税 没有生意都不行 我发现你是有些技巧 搬过来现在用 是不是搬到呢 搬到 但很不同 社工是对 叫一些人 或者帮一些人 去解决一些问题 或者去改善一些问题 你这个是投资 叫人去投资 投资 然后就令到公司赚钱 可能他也赚到钱 其实不太完全一样 其实共同点很多 因为我刚才说了 因为我们是做RFA 叫独立理财顾问 其实就和一般 国内叫操本手 纯粹做买卖的人是不同 操本手 操本手 不是做卖人 而是做买卖 如果我纯粹落定 做买卖 可能是刚才你的理解 但我们的工作 很大部分 就是要帮对方 帮客人去解决 自己要什么 我经常都和同事说 不要经常都以为 你的目标就是帮客赚钱 那就坐牢很紧要 当你不知道 那客人用钱来做什么 或者他想准备一笔钱来做什么 你帮他赚到一亿都没用 明白 其实他也是放在那里 我们最大的功能 其实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要令对方去想自己追求 什么 即是你不是推荐他 无止境追求很多很多钱 是没有意思的 没有意思的 你和一般我所认识的做i-band 没有意思的 我真的之前都不知道 你有这样的理念 那次访问了才够 没有意思 我觉得你 譬如我以前很极端 譬如我碰过的案子 就很 很省的 但省得来之后 就经常都要为 之后存钱 我反过来说 其实你不用太省 其实你现在可以多花点 你少少一点都可以 是 以前真的会碰过的案子 是这样的 不是你追求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老板经常说一句说话 施老板经常说一句说话 就是 你多有钱 你省来省去免了几张 是 所以施老板做了善事 明白 我想问你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是时间所限 稍后我其他节目也想认为你 如果你有时间 你一生之中 你最敬仰的人是谁 最敬仰的人是谁 最敬仰的人 也是我妈 你的妈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她很厉害 由以前很小时结婚 到结婚生完 我哥姐姐之后还坚持学习 是很坚持的人 是很坚持 绝对是遗传了基因 我觉得她比我更厉害 她比我更厉害 她比你更厉害 我未见过八毛 应该要见一下 她是 譬如那时候见完婚之后 生完嬰儿还坚持读夜校去学英文 不断终修 不断终修 因为她喜欢 是 我们都大概出来做事 她又去报仪 读夜校 读中一、中二、中三 读到不记得中三、中五毕业 她可以不读 完全没有需要 还有她有个习惯 她是要做 就做到底 而且很认真 是 明白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厉害她的 她不是为了钱 很明显又不是为了利益 总之我就是为了自己 觉得想那件事做好 我就是做好 你是很小的时候 已经深深受她感染了 是不是 前面密化 前面密化 但如果她有个职业 要做事 那会有少时间照顾了你们 那会不会 那不会 她只会牺牲自己的时间 就是 好像现在的八十后 她又要工作有自由度 又要私人时间 不是现在的 是牺牲某些东西 去换你某些东西 等下交换 某程度 就是这样 妈妈对你影响很大 对你现在 你会用同一套去生火 去相传她 可能是你的下属 或是你的下一辈去帮她 或是这样的思想去帮她 希望 因为都是主观愿望 我当然是希望 有某些好的价值观 或者好的练习 他们可以 也能够够 但这个 主观愿望 不一定每人都接受 还有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 是习惯放弃的 如我刚才所说 都是习惯放弃为主 你的同事 这个是完之前再两个说 多不多是 譬如你认识的 不要说你的同事 你认识的朋友 年轻的一班 会不会是 迟一份工才找到 玩几个月 又再迟 不开心 不喜欢的老板 一段时间就放弃又来过 多不多的 我很多学生 现在是这样 自己朋友不多 但是你说 因为之前也接了很多大学生 那个圈子里面相对会多些 比例会多 即是年轻的 相对会多些 其实会和家庭的背景 因为我为何问你 最重要呢 我猜你可能会说 是师生 或者是你爹地妈妈 什么 很开心 你说你妈妈 我觉得爹地妈妈 其实对小朋友 从小到大的影响 是很大 现在的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 不能全部怪他 是爹地妈妈有些责任 很大 你觉得是不是 很大 完之前有没有少许 最后和大家分享这一点 我相信不说 大家都见到现在的现象 是怎样的 很小时候 所有事情帮他计算好 不用他想 不用他烦 总之你觉得不开心 你什么什么放弃 你觉得不好 就算了 家人养你 类似这样 就太容易让小朋友习惯 放弃 所以我刚才说 现在的人是习惯放弃 因为很小时候 父母已经培养我 放弃 不要 不如不要放弃 即是习惯放弃 没错 这个很好 其实未来 我们也会有一个节目 再做 教现在的年轻人 例如有些 领导力 我相信 我也要找你了 让大家很想见 因为我和你做节目 其实好像是一个 主持人 你真的很舒服 因为我很尊重你 我真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 相信很多观众都想再见到你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组织一下 看看如何将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东西 每个人自己的 主持人的方法 如何在工作上 无论是multivation 可能是做entrepreneur 也好 各方面去发挥 我觉得很感谢你今天上来 因为我转头 真的要立即乘搭车去机场 我们也和观众说再见 稍后会很快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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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